今天我们要来开另外一个从GenCon带回来的一个爆款 叫做图灵机器 是解码站他们家出的一个新的推理游戏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盒子非常的酷 是一个镂空的设计 为什么呢 因为它里面就是用镂空的纸板来做了一个所谓的物理电脑 然后用这个物理电脑玩家们可以去提问 然后电脑回答你对或错的答案 那么你根据这个答案就要猜出最终的密码是几 一开始上手会觉得非常绕这个规则 那么我们来看看它的这个板件 首先是正中间的版图 作为提问的电脑主机 那么剩下的是电脑卡的一个收纳 好这样的话我们就把这个电脑卡的收纳盒给组装起来了 我们把这个卡片带给它插进去 那么这个呢就是所谓的答案卡 我们待会来拆拆看 而这个就是我刚刚说这个电脑卡了 把它拆开看 数字分为的一二三四五三个一 我们把它放到收纳里面标记一的地方 然后以此类推二放二三放三 给它全部收纳起来 那么在游戏有弯的过程中呢 你是要把这些密码收纳起来 因为你是要通过这个密码来问密码 就你给这个电脑一个数字 它会告诉你对或错 你再根据那个结果去猜 这是它的小屏风后面是一个小抄 剩下来的就剩下一个马可笔 以及一个收纳档 那么里面的配件就算完事了 来我们看这个收费书 规则不多啊 但是只是一开始会很绕 那我们把问题卡打开 给大家稍微演示一下 每一关有一个谜底 这些等于是不同的关卡 我们拉进来看 玩完这些关卡之后呢 还有一个网上 还有据说几百万道题吧 那么每道题有不同的设置 例如说ABCD 就是有四个问题卡 然后每个问题卡 我跟你说用第几张 第一个的话 A用四号卡 B用九号卡 C用11 D用14 按照刚刚的说法 给它拼在这儿 ABCD 对应的每张问题卡 有张答案卡 所以A是447 找到这个所谓的447 所以说这个游戏 你可以认为 它如果用APP会更方便 但是可能因为 很多人不喜欢用APP 这就是所谓的物理电脑 那怎么做呢 这就作为A这个问题的答案卡 这个问题问的是什么呢 最后谜底的答案 肯定是三位数嘛 这三位数分别是蓝黄紫 那么这个问题 是跟黄色这个数字有关系的 它就说黄色数字 是比四小 等于四 大于四 就你用一个密码 去问一个密码 就如果你拿11 作为你的输入 你去问这一个问题 因为它是黄色嘛 所以就只看1 1小于四 所以你就问它的问题 就是黄色是否小于四 你问了它之后呢 你就把这个答案卡拿过来 把它往这个答案上一照 然后它会告诉你 错误 就是不是 那么你就知道黄色不是小于四 那么等于每一次呢 你可以组一个数字 然后问不同的问题 问三个最多 这样就是一回合过去了 一回合一回合下去 看谁最快能猜到这个答案 假设说 你把这个1换成4 你还是同样问这个问题的话 你等于就是在问 最后这个密码的 中间这一位 是不是等于4 然后结果它说 对 所以你等于就知道了 最后的那个密码 它中间这一位数 是4 这个我估计是一个 非常挑玩家的一个桌游了 我们之前只是稍微试完了一下 玩完了之后呢 我们会去杂谈里面去聊 那么大家就尽请期待 我杂谈里面的感想 我们杂谈里面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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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